大家好,我是王宏伟 下面我们开始第21讲 第21讲,计算与实验 在这一讲里,我们首先探讨流体力学有哪些研究方法 然后,针对具体的流动问题,分析计算和实验的选用原则 首先来看看解决流体力学问题所使用的方法 下面,我们来研究流量测量问题 耶,测量 不对,流量测量好像是上一讲讲的主题啊 呃,我们这里再来看看管道流量问题 对于原管内的层流流动,是有理论解的 所有流动细节都是一致的 但是,多数情况下流动条件复杂 并不符合完全发展的层流理论 而且,一般流动雷动数较大 流动是团流状态 这时,理论就不好用了 需要使用实验测量或者数值模拟 早期的人们希望通过思考来得到万物的规律 生活的要义是思考 和争论 从达芬奇的观察到欧拉和伯努利的理想流动运动方程 再到纳维斯多克斯方程的建立 流体力学的发展和其他学科一样 经历了从简单观察到理论推导的过程 但即使有了方程 具体问题仍然不好求解 尤其是团流问题更是困难 这种非理论即实验的情况 持续了很多年 直到出现了计算机 到上世纪末的时候 计算流体力学已经是一门成熟的学科 现在 数值模拟已经在很多流动问题中都替代了实验 可以用这样一个图来总结理论 实验和计算的关系 实验研究和数值模拟都需要模型 只不过实验的模型是实验件 数值模拟的模型是数学模型 一般认为实验结果更可信 用来改进数值模拟和近似理论 接下来我们看看具体问题 如何选择使用计算还是实验 计算的优势是几乎可以得到所有流动信息 而实验所得的信息量就很有限 比如对一个绕一行的流动问题 实验很难得到全流场的静压 一般只能得到B面静压 还是分散点的 对于具体问题 结果是否准确从来都是第一位的 实际上 计算和实验结果哪个更准确 很难给出结论 是各有优劣的 计算更容易满足流动相似 即更容易保证相似参数都相等 实验则更加真实 这种真实也包含了模型表面粗糙度 质感和接缝等和实际一致 有时这种真实反而导致实验结果不准 比如实际流场内无质感 而风动试验多了质感 就会引入额外的误差 要保证计算的准确性 深入理解各种影响因素是非常重要的 比如对具体问题 网格和团流模型的影响到底有多大 对于实验而言 除了理解测量原理外 仔细避免粗大误差和线号干扰 也很重要 可以说当流动较简单时 计算和实验结果都很准确 当流动很复杂时 比如包含分离和转列等现象时 计算和实验结果都不准 成本也是必须考虑的问题 一般认为计算耗时少 成本低 实验则耗时多 成本高 但也不总是这样 有些问题的实验成本很高 能用计算就尽可能用计算 比如高超音速问题 设计过程全能用计算 风动实验只在最后验证阶段使用 有些问题 计算建模很麻烦 实验反而简单 比如我们想知道风动沙网的流动损失 如果直接对沙网的每根金属丝都化网格进行计算 需要的网格数量是非常巨大的 而且计算结果也不一定准确 这种问题用实验测量的方式就又容易又准确 如果需要得到团流信息 采用LES或者DNS计算 成本也是非常高的 比如这个简单的涉流 计算量就非常巨大 如果只是想得到看着很像的图像 比如制作电影CG 用喷烟物和录像的方式 比计算渲染的方式要核算的多 如果流场中大部分是无粘流动 编辑层厚度很薄的情况 主流的计算结果是足够准确的 不一定需要实验验证 但如果存在大面积分离 计算结果就需要实验验证了 如果流动还受转列的影响 计算就更不容易准确了 因为转列模型经常比团流模型还不靠谱 如果流动很复杂 比如这种换热器内部的流动 则计算和实验都很难 这时 实验测得的流量和换热量等总参数还是准确的 内部的详细流动就很难测准了 我知道我知道 算不准都是因为粘性 你看看 如果没有粘性 算欧拉方程多容易啊 不能这么说 粘性并不是导致计算困难的主要原因 湍流才是 也可以说 缺乏粘性的流动才更不好算 对于一个流动问题 首先要确定最想要的信息是什么 是准确的流量 阻力 热流量等总参数 还是某一个流动细节 还是炫酷的图像 解决流动问题 没有最好的方法 只有最合理的方法 在这次课中 我们讨论了流体力学的研究方法 并对计算和实验的选择上 给出了一些建议 这次课就到这里 下次 哦不 这是最后一讲了 经过了这二十一讲 我们对流体力学 有了一个较为完整的印象 我发现 既然是二十一讲 应该可以重新起个名字 咱不叫流体力学基础 叫 二十一天流体力学 从雾门到放弃 哈哈 不是放弃 是 从雾门到精通 认真学完 认真学完本课程 理解流体力学不是梦 老师再也不用担心我的学习 那么我们这门课就到这里了 再见 哦对了 做一个广告 观看视频显然是不够的 还得看书 理论上你看任何一本流体力学书都是可以的 不过呢 我写的 我所理解的流体力学还是挺好的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